今天是亚赛拜然气候峰会的领袖峰会第一天 大概有百名领袖在现场进行谈判 这里的维安也大幅升级 除了出动维安部队在场外戒备之外 今天到处都是封街的状况 像是我们今天早上要来到会场的路程 就比过去几天还要久 之前只需要10分钟的车程 今天因为封街 接驳巴士得绕路 因此我们花了30分钟才抵达现场 至于领袖峰会的部分 虽然有许多大国领袖都缺席 包含中国大陆 俄罗斯 加拿大 美国等等 但这场峰会依旧能达成协议 有将近200个与会国根据巴黎协定的 第六条规定的碳信用额创建标准 达成了协议 这项通过的基准一旦建立和实施之后 富裕的碳牌大国就能透过全球碳市场 向温室气体减排超额的国家 购买西纹额来抵消碳排放量 以上是TPBS特派记者张正安 在亚赛拜然的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